HELLO 各位玩家們 歡迎收看本週的幫阿虎特電玩瘋 我是Jory 還記得擊敗了騎王的人工智慧 AlphaGo嗎 這次呢 人工智慧又要來挑戰人類囉 這次呢 不僅是規則非常簡單的圍棋 我們要來挑戰的是DOTA 2 在規則相對複雜 而且每秒都有各種可能性的情況下 人工智慧還可以順利的勝出嗎 這次的比賽呢 用一對一的單挑方式 那我們人類方呢 就是DOTA 2的職業選手Dandy 在人工智慧這邊呢 則是OpenAI所開發的人工智慧 大家猜猜看結果怎麼樣了呢 登登登 我們人類還是被點慘了 連續兩次都輸給了人工智慧 看來呀 我們人類要挑戰AI 還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呀 馬上就來收看本週的新年報導 讓魔物獵人系列粉絲們期待不已 次世代高畫質星座《魔物獵人世界》 公布了第二部的宣傳影片囉 這次揭露了新的地圖 可以看到沙漠和沼澤地形 而在這個地形之中 當然少不了利用泥沙前指獵人攻擊的土砂龍 除了土砂龍之外 影片中也可以看到類似前作的熔岩龍 但那卻是在早就中傳說的新魔物喔 而新手最常遇到的鳥龍種 在這次也有新魔物 擁有鳥類般的羽毛 以及長而有力的錢幣 可以將石塊搬起來 彈開獵人的攻擊 甚至還有動作類似俘魯俘魯 不過外觀卻是擁有變色龍特徵的新魔物喔 在影片中還閃過讓老玩家們都感到屁股隱隱作痛的角龍 魔物雖然來勢洶 但我們獵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目前已經確認之前曾出現過的14種武器 都能夠讓獵人們使用 而在之前的武器介紹影片中 也揭露了各種武器都有全新的招式 至於這次影片的最後 一如往常的給玩家們下了萌藥 展示了一次全新古龍種的巨大魔物 散發著岩漿般的紅光 從地面上崛起的樣貌 究竟魔物獵人世界在全新世代幾種的強大效能之下 能帶給玩家什麼樣的震撼呢 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囉 是否農曆七月鬼門大開 不只好兄弟們要出來透透氣 各家恐怖遊戲也要一起來應景亮相囉 由韓國經典作品改編 畫族PC 手機等多平台的3D驚悚遊戲 白色情人節恐怖學校 在本週移植登陸PS4 不僅畫面超進化 鴨板更有全中文配音 要讓玩家最直接感受到地的韓式驚悚喔 遊戲以看似平凡的研讀高中為舞台 敘述在白色情人節的前一天 主角西明為了要將告白的禮物 送給心儀的別班女同學小英 鼓起勇氣在半夜摸黑潛入了學校 但沒想到白天充滿活力的校園 卻是一個英力之地 夜晚的學校裡也不只有她一人 除了恐怖殺人魔在校園裡遊蕩之外 還有各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怨靈 正等著把玩家生吞活潑 主角將和其他偶遇的女同學們 一同設法逃出成為魔獄的校園 玩家不但得要透過潛行躲避敵人 還要發揮機制解謎來找到生路 同時也別忘了加深自己和可愛妹子們的關係 融合了驚悚冒險和戀愛模擬要素 就是本作最大的特徵喔 依照選擇路線的不同 遊戲還有多重結局等著大家喔 7 月應景首選你絕對不能錯過這款 白色情人節恐怖學校喔 由黑街聖途團隊推出的最新作品 黑街特務 採用了開放世界第三人稱的玩法 玩家將帶領特務組織Mayan 在未來的南韓首爾迎戰邪惡組織Legion 並藉由豐富的美式卡通風格動畫 讓遊戲中的角色以及故事發展更加生動活潑 遊戲提供了12名個性鮮明的特務 讓玩家組成一支三人小隊 並且可以在戰鬥中隨時依照需求喜好切換特務 每名特務可以進行三段跳躍、衝刺、空中射擊等豐富動作 讓玩家體驗流暢快速移動的戰鬥風格 而這些特務也各自具備獨特的戰鬥方式以及技能 像是控制無人機並使用雙槍戰鬥的Fortune 可以在空中衝刺並且暈眩戰場上的隨機目標 而體格壯碩的Hartech則是擅長使用散彈槍 並且還會攀爬牆壁 另外也能夠使用各種誇張的特殊道具 以及華麗的Mayhem技能來打倒敵人喔 在這個風格獨特的開放程式中 玩家能夠自由探索、執行任務或是活動 像是佔領Legion 的少戰、襲擊Legion 的巡邏隊等等 可以活動的範圍不局限於地面 也包含高空大樓等區域 除了可以利用各角色的移動技能在高處穿梭之外 即使從鋼樓跳下也不會受傷 還可以開車在馬路上奔馳喔 被改編成3D動作、策略、手機、RPG等 眾多不同類型遊戲的知名動漫作品《刀劍神域》 這次將透過開發自由戰爭的遊戲團隊 以嶄新的第三人稱射擊玩法 讓玩家們嘗鮮囉 《刀劍神域 奪命胸彈》 是以過去改編作品中較少描述的 幽靈子彈篇為基礎所打造的最新遊戲 在這款遊戲中 玩家將會脫離劍與魔法的SAO 世界 在射擊MMO 《Gun Girl Online 》中 與對手展開充滿硝煙與火藥味的射擊戰 遊戲與原作一樣 準備了數種武器、道具和怪物 玩家可以扮演同仁和屍奶等熟悉的角色 以第三人稱的方式使用手槍、散彈槍、重擊槍、鋼索 以及屍奶愛用的狙擊槍《黑卡第二》 以這些武器來攻略強勁的敵人 在這次曝光的影片中 也有著同仁使用光劍割開子彈的經典畫面 究竟這款作品能不能帶給玩家不輸給動畫的精彩體驗呢 喜歡刀劍神域的玩家 不妨多多關注後續的相關消息吧 SEGA 最具代表性的藍色刺猬《音速小子》 這次將以 Mega Drive 時期的點陣圖姿態 帶領玩家們重返童年囉 《音速小子 狂熱》包含了《音速小子》 《一二三代》以及《Sonic & Knuckles》和《音速小子》 《CD》等五款作品的精選重製版 遊戲除了保留力來最受歡迎的元素之外 也加入了許多新機關和功能 打造出全新的關卡 而像是三代加入的屬性護盾 也會在本作中出現 玩家將能扮演跑超快的索尼克 可以攀牆的納克魯斯 以及用尾巴飛行的查爾斯 用各自的能力選擇不同的路徑和方式 攻略這些經典的關卡 而除了關卡重置之外 BOSS 和拿取混沌寶石的獎勵關卡 也做了大幅的修改 讓挑戰BOSS幾乎變成全新的體驗 有些還加入了SEGA經典遊戲的元素 其中甚至還有跟彈頭博士 以SEGA經典遊戲魔法氣泡對決的橋段 真的是既懷就又有趣呢 至於獎勵關卡也不遑多讓 不只是製作了宛如競速遊戲的新關卡 以往一二三代的紅籃球 彈跳等獎勵關卡也都會出現 相信只要是SEGA或是音速小子系列的粉絲 絕對會被這些經典要素和玩法 勾起當年的歡樂回憶 今年夏天第三部曲完美落幕的系列電影 星球崛起 男主角安迪·瑟克斯 去年就宣示過 將電影改編成遊戲的計畫 如今這款作品終於正式曝光啦 星球崛起最後邊疆 將補完電影二部曲和三部曲中間的空白 玩法類似Life is Strange 和直到黎明等劇情互動式電影遊戲 玩家將透過選項的抉擇 決定遊戲中角色的行動 而不同的抉擇都將會影響到後續劇情的發展 目前公告的劇情預告中 可以看到由凱薩所領導的星星族群 以及人類都分別擁有自己的家庭和夥伴 雙方的領導者為了守護自己的孩子 彼此保護家庭和族群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但是同樣的想法 卻造成兩個種族互相殘殺的結果 至於大家想要在這兩個種族之間 選擇什麼樣的方式來決定他們未來的命運呢 這就留給有興趣的玩家 在今年秋季遊戲發售之後 好好的體會一下吧 備受好評的SCOM 2 即將推出資料片 天選者之戰囉 這次的主題當然就是刺客、獵人和術士 這三名如同BOSS般的天選者 他們會對SCOM造成嚴重威脅 甚至是綁架隊員 同時也會在戰略地圖模式中 執行各自的陰謀計畫 即使在任務中擊敗他們 他們也會變得更強之後捲土重來 玩家必須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務 才能夠真正的打倒他們 至於反抗軍陣營也新增了三個英雄兵種 死神擁有更強的隱匿技能 能夠無傷無息地完成任務 閃兵可以利用爪勾快速移動 或是將敵人拉到身邊 再給他猛烈的一擊 而聖電騎士則是能夠運用零能雙劍 撕裂敵人 並且累積專注點數 施展閃電等技能來攻擊對手 這三個派系以及SCOM 都能夠接受各種不同的命令 獲得像是增加清理速度 降低招募士兵成本等效果 隨著對派系的影響力提升 還能夠接受更多的命令 另外這次的士兵也新增加了羈絆系統 契合度高的士兵會在多次出任務之後 結成羈絆之友 進而獲得像是讓對方增加行動點數等技能 不過要是夥伴不幸戰死 另一人也會陷入狂暴狀態喔 而隱秘任務則是可以派遣士兵自動執行 像是探索新的反抗軍派系 找出被綁架的SCOM士兵等等 隨著任務的不同 還有不同的士兵以及資源要求 所以玩家對於士兵的調度 也得要更加靈活有技巧才行喔 微軟在Gamescom 2017 宣布要推出他們的最新款主機 Xbox One X的限定限量版本 Xbox One X Project Scope Edition 不僅僅是在名稱上面致敬他們當時的代號天蠍計畫 它的控制器系主機上面都印有了Project Scopeo 另外呢 微軟也宣布了 和Minecraft合作的另外一款特別主機 就是在Xbox One X的主機上面 塗裝成Minecraft的土地的方塊模樣 而它的控制器呢 則是可愛又可恨的怪獸狐狸怕 那這款主機的套裝當中呢 還含有了Minecraft的下載版遊戲 以及它特別的音效等性等等喔 馬上就來收看本週的特別企畫 歐洲規模最大 每年都吸引眾多玩家 前往朝聖的德國 KolonGamescom遊戲展 儘管夾在美國E3和東京電玩展之間 但同樣有許多玩家們 不可錯過的重量級情報在此公開 現在就一起來看看電玩瘋為大家做的整理報導吧 光榮特庫模配合Gamescom 2017 的到來 首度公開了超人氣動漫改編的 戰術狩獵動作遊戲最新續作 晉級的巨人2 讓玩家再度操作立體機動裝置來斬殺巨人 從短短的宣傳影片中可以看出 這次將會以動畫第二季的內容為主 揭露更多世界的秘密 雖然尚未公布對應的主機平台 不過凡凶版的官網已經開啟囉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中文化的好消息喔 即時戰略永遠的經典世紀帝國 即將在20年後重出江湖 不僅宣布將重置一到三代 帶給玩家兒時的感動 這次微軟更早上以英雄聯隊 與戰錘破小之戰而聞名全球的 RELIC Entertainment 由他們親自操刀 帶給玩家等待已久 喊到快敲破碗的世紀帝國系列最新作 世紀帝國4 在最新公布的概念預告片中 可以看見首席的國家勢力 從最遠古的羅馬 中世紀的英國日本 還有美洲地區的瑪雅部落等等 讓玩家再次橫跨歷史 重現史詩般的經典戰役 雖然目前還沒有正式公布發售日期 不過已經確定世紀帝國4 將會在PC平台上推出 並且帶給玩家前所未有的單人 及多人對戰體驗 粉絲們敬請期待吧 2015年 雖然在Sony的E3展前發表會上轟動全球 睽違14年後再次啟動 創下超過200萬美金募資紀錄的傳說之作 《沙漠》系列的第三款作品《沙漠3》 在歷經了兩年多的開發之後 終於公布了首支前導預告片 讓玩家一睹風采囉 延續前兩代的故事 主角八月良將繼續在中國的尋覓之旅 標榜高自由度的探索 扎實的劇情以及動作場面 並藉由Unreal Engine 4 的強大繪圖效能 完整詮釋中國大陸的鄉村與城市 相信新世代技術下的《沙漠3》 將能夠再次帶給玩家們 如同當年的感動 遊戲預計將於2018年推出 並且會有PS4以及PC版本 死裝的粉絲們 就請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吧 經過一年的休息 浮於今年E3展上發表的《刺客教條》起源 在不久前的德國《克隆遊戲展》中 也公布了最新的預告影片囉 以古埃及帝國為舞台 玩家將扮演埃及守護者的主角巴耶克 周旋與派系之間探索巨大的古埃及世界 深入沙漠綠洲以及金字塔下的地下城 挑戰未知冒險 並利用操作老硬試點的功能 細心規劃任務攻略路線 完成驚險暗殺任務 揭開刺客起源的秘星 而這次遊戲也首次導入動作角色扮演的要素 讓玩家培養主角成為強大的刺客 完成主線與支線任務升級能力 或是在敵人或猛獸身上獲取強力裝備 善用地形策略以及裝備特性 都能夠幫助玩家更順利的通關喔 《刺客教條》起源將於10月登場 並且支援PS4 Pro以及即將上市的 Xbox One X 的強化功能 準備好前進埃及 再次成為刺客大師了嗎 被受矚目的《星際大戰戰場前線2》 釋出了以空戰為主的遊玩影片龍 影片中巨大的滅星者戰艦 遭到反抗軍的X戰機艦隊突襲 而帝國軍也派出黑武士達斯維達 率領太戰機艦隊迎擊 在雙方與帝國造船場以及滅星者周遭 纏鬥機戰時 共和國艦隊突然跳出超空間加入戰局 隨著一台開啟超空間引擎的戰機 畫面也轉換到複製人的故鄉卡米諾星球 此時赫然見到西斯武士達斯摩坐在戰機內 試著擺脫敵軍的追趕 而緊追不捨的正是絕地大師尤達 最終巨大的共和國戰艦墜落地面 這場追逐戰的結果究竟是如何呢 看到這裡想必玩家們都迫不及待想要加入 這場跨越世代的壯闊空戰了吧 還記得2015年上映的熱門系列電影 《侏羅紀事件》嗎 裡面恐龍訓獸師跟萌萌的恐龍奔跑大隊 是不是讓玩家們也想要養幾隻恐龍來玩完了呢 微軟在今年Games.com 電玩展前直播中 發表了電影改編模擬遊戲 《侏羅紀世界》進化的遊戲宣傳影片 玩家將可以在電影中的恐龍主題樂園 魯布拉島上打造自己獨一無二的侏羅紀世界 不過只是打造景點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別擔心玩家還可以像電影裡演的一樣 建設新的研究設施 控制基因來創造新的恐龍 說不定還能夠創造出電影中沒有出現的品種呢 而玩家在遊戲當中所做的每個選擇 都會影響故事的走向 甚至還會引發更多的特殊事件喔 隨著最新續集電影《侏羅紀世界》 《殞落國度》將於明年六月上映 遊戲《侏羅紀世界》進化也預定於明年夏季推出 到時候玩家就可以親自體會一下 建造恐龍樂園的樂趣囉 極速快感血在血長 在今年的德國科隆電玩展中 又公布了新的影片囉 影片中可以看到全新的超跑警車單位 以及大到嚇死人的犀牛裝甲警車部隊 在閃過層層路障以及釘刺帶之後 還要小心警察發射EMP干擾器來癱瘓車輛 如何在驚險萬分的逃脫戰中逃出升天 全憑玩家的駕馭技術、智慧以及不惜一切的勇氣龍 而在電玩展中 EA 也首次開放了競速模式 供現場參訪的玩家體驗遊戲的操作手感 值得一提的是 預計於明年登場的全新BMW M5 也率先收錄在極速快感血债血長的車輛陣容中 供玩家搶先試駕 體驗世界最速性能叫跑的熱血動力 玩家們是不是等不及了呢 由任天堂和光榮特庫模聯手打造 從SRPG 轉戰到無雙動作遊戲領域的經典系列最新作 聖火項目路 無雙 在今年Gamescom 中展示了最新的預告影片 讓從EF 八夜王國的王家節弟、日乃香以及拓海 以及來自EF 暗夜王國的節弟 卡米拉和雷歐等四人一起現身囉 在這款新作中 各種的經典歷代角色都將穿越異世界 演出一場精采的跨代合作戲碼 同時也會有多位原創角色一同參戰 而除了無雙割草之外 為了配合原作的戰棋設計 遊戲也強調據點佔領式的玩法 玩家必須像戰國無雙那樣 操作多名角色 試著從不同的角度佔領地圖上的據點 好取得勝利 為了配合原作中品種的設定 這次的騎乘也不像其他無雙遊戲 是角色騎上馬匹 而是直接以騎上坐騎的角色 作為獨立的個體作戰 像是天馬騎士團中的人物 就能夠乘著天馬 做出一般坐騎 無法做到的滑翔等動作 至於其他GBC的角色 也各有各的特色喔 《生活小魔路》霜 預計在9月28號上市 而且也將支援繁體中文語氣 喜歡《生活小魔路》的玩家 千萬不要錯過囉 即將在10月上市的中土世界 戰爭追影 也在今年Games.com 中發布了新預告影片 影片一開始 就可以看到像是蜘蛛、半獸人、飛龍 和食人妖等眾多魔物 然而這一次的邪惡勢力可不只如此 從岩漿中被召喚而出緩緩升起的 正是魔界系列中鼎鼎大名的強者炎魔 而新影片也揭露了前作沒有出現過的森林場景 以及在森林中的魔物與威脅 強大到連精靈、凱勒、布里彤都建議主角塔里昂 必須向他卑躬屈膝 然而主角們也不是省油的燈 本次有相當多的敵人種類 像是坐狼、飛龍 甚至是寒冰地帶的變種食人妖 都可以被主角洗腦操控 還可以騎乘飛龍在空中飛行 向地面吐火燒盡敵人 或是騎乘坐狼率領狼群一同行動 影片最後則可以看到主角們 運用各種操控魔物的方式 與炎魔進行壯闊的對決 不論你是不是魔界援助或是中途世界的粉絲 相信看完新預告一定也都熱血沸騰起來了吧 懷念去年底跟諾克提斯和他愉快的好夥伴 一起駕車在公路上奔馳的樂趣嗎 除了即將在9 月上市 以VR 方式來遊玩的 Monster of the Deep 這款釣魚遊戲之外 喜歡 Final Fantasy XV 的玩家 現在又多了個新選項囉 首度曝光的 Final Fantasy XV 口袋版 將會以 Q 版的方式 在手機上呈現與原作一模一樣的冒險之旅 影片中還展示了 Q 版的諾克提斯等人 推著拋錨的汽車 在公路旁的維修站與西德尼見面的橋段 除了劇情相同之外 包括玩家熟悉的召喚獸、騎乘陸行鳥、露宿料理 甚至是協力戰鬥方式等內容 都包含在這款遊戲之中 玩家可以藉由按鈕自由的變換武器 也可以像原作那樣援助倒地的隊友 許多似曾相識的要素 相信不論是不是玩過 PS4 版本的玩家 也都能夠樂在其中喔 遊戲預計在今年秋天上市 除了手機之外也會推出 PC 版 喜歡 Final Fantasy XV 的玩家 可要多留意遊戲的發售日期喔 改編自超人氣動漫 由曾研發尚騎士之戰等經典格鬥遊戲的 ARC System Works 操刀的熱血格鬥遊戲 七龍珠鬥士Z 又釋出了最新的宣傳影片囉 而影片中最令人興奮的 當然莫過於新角色的登場囉 首先就是納美克星人比克 以及最強地球人克林 而他們也各自展示了招牌的 手臂伸長、太陽拳、魔罐光沙砲 以及氣旋斬等經典招式 至於第二批新角色則是人造人軍團 分別是人造人16號以及人造人17和18號 可以看到17號和18號展現了精彩的雙人連段 就連必殺技都是兩人攜手的合體技 而人造人16號則可以使出霸氣的體技 和地獄閃光靠等招式 另外影片中也展示了其他角色的協力戰鬥畫面 相信到時候要如何與同伴協力作戰 就是遊戲中獲勝的關鍵囉 另外隨著人造人16號的登場 也首次公開了遊戲的原創劇情 除了預告16號的回歸之外 影片中還有大量黑色Z戰士來襲的橋段 究竟這次地球又將面對什麼樣的危機呢 就等明年年初七龍珠鬥士Z 上市之後見分享囉 除了我們本週精彩的節目內容之外 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手機遊戲週報 以及我們的Phone Talk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也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分享跟留言 記得要訂閱我們才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啦 掰掰